The next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, Donald Trump! Top 5 promises Donald Trump's voters expect him to deliver on. Top叫最前面的,5叫做5个,在最前面的5个promises,叫运诺或是答应,川普先生 Donald Trump's voter, vote叫投票,voters,这个字我们叫做选民们,expect,期待,他能够deliver on,deliver on,deliver,这个字我们叫做兑现或是执行。 所以最前面5名,希望川普先生能够兑现的选举支票,分别有第一,the war,就是美目长城,第二,locker up,这个locker up,lock叫锁,那么啊就是把它关起来的意思,把谁呢?大家应该可以想而知,叫locker up,是在他第二次总统辩论的时候,那么川普先生说了这句话,locker up。 第三,Muslim ban,2015年南加州的枪击案件发生之后,川普先生对媒体放话,告诉大家说禁止,而且不欢迎穆斯林来到了美国,除非我们真正搞懂了他们在做什么事。 第四个,告诉大家说repell obamacare,obamacare,obamacare,大家应该比较熟好,那care指的是健保案,他希望能够废除欧巴马先生所提的病患保护与可负担健保法案,那么最后一件事就是unravel, nafta还有tpp,那么unravel,unravel,unravel,unravel这个单字我们叫做退出,或是叫散开,也就是说他希望能够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议,以及tpp,叫做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的关系协议, 那这五个竞选的,不管是口号也好,或是可能执行的证件,那就有他的选民,还有可能一定要支持他的非选民,来最后看看他会不会兑现了,好,希望大家世界和平,经济进步。